欢迎来到无心情话,感谢您的订阅和点赞,善淫而后福,恶淫而后祸,今天分享一个关于欺骗的故事。 我认为,我的老婆是世界上最清纯良善的贤惠妻子,如果还有来世,我希望她还是我的老婆。 至少我在与她结婚时,是这么想的。 第一,我是一个做食品方面的销售总经理,与我合作的客户有很多。 其中有一个长期客户,她叫邹敏,是一个开酒店,事业有成的女强人。 说真的,相处下来,我对她挺有好感,这些年,她也给我带来许多的收益。 我能升任区域总经理,她的功劳有很多。 今天,她给了我一个信封。 她这种举动,我已经见怪不怪了,毕竟与我合作的许多的老板,都对我用过这一招。 我调侃地和她说,邹大美女,你这是在贿赂我吗? 邹敏是戴着墨镜,神秘地笑了笑,对我说,周经理,你打开了这个信封就知道了。 我照做,拿过信封,从中拿出了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居然是照片。 当我见到这照片的内容,我瞬间梦了,一股窒息的情绪涌上心头。 在照片里,是一个靓丽的女人。 身材很好,脸上带着笑,拍得很清楚。 而这个女人,是我的老婆。 林雪,她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女人。 但是在照片上,我却见到她笑得很开心,是我从未见到过的一种笑容。 而让我情绪上涌的是林雪的身边,有一个男人,或者说是一个年轻人,长相阳光,给人一种治愈的感觉。 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小奶狗。 在照片里,她和我老婆林雪,举止亲密,甚至是半边身体都有接触,而林雪却一点都没有排斥。 另外一张照片,是林雪搀扶着这个小奶狗。 走进一家酒店,仅仅只是两张照片,就能引人无限遐想。 而我作为最熟悉,并且最爱林雪的人,看到这两张照片,想到的东西更多。 类似这样的照片,这信封里,还有足足几十张。 我强行克制自己的情绪,对她说,这些东西,你从哪里得到的? 我这样质问她,现在我的语气很正常,根本听不出什么东西来。 见到这样的我,邹鸣也是有些意料不到。 她说,老周,我知道你这段时间在和林雪闹矛盾,这些东西,也是我一个朋友意外拍到的。 我当时也很意外,但是想了想,这件事情,你有知情权,具体该如何,你自己决定。 而且,你也可以拿这些照片去鉴定,看看有没有PS的痕迹。 但是,这些照片,八成是真的。 听到她的话,我心里涌现不祥的预感,甚至是我此时,都觉得天斗塌了,眼前一片灰暗。 我也算是见多识广的人,别人是虚张声势,还是真的手里有点东西,真的有恃无恐,我大多数还是能看得出来的。 而且,这段时间,林雪的脾气忽然变得有些怪,那突如其来的转变。 让我也有些不适应,因此有了矛盾。 但是,我还是平静地质问邹敏。 邹敏,林雪对我如何,你看在眼里,仅仅几张照片。 我不愿相信这是真的,但是事实摆在眼前,哪怕是只有1%的可能,那也是有可能是事实。 而且,这连续拍这么多照片,都是针对林雪,这里面多少有点其他的东西。 邹敏沉默了一下,说,老周,我知道你的性格,不会随便相信什么,你可以自己去调查。 不过我目前掌握的信息,也就这么多。 有什么消息? 我后面会告诉你。 说完,邹敏起身离去。 我呆呆坐在办公室里,看着信封里面的照片。 大多数照片,好像都是在一个环境不错的地方拍的。 而另外少部分照片,则是林雪搀扶着那个小奶狗回家。 我看着他们举止亲密,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因为,我是男人,不是圣人。 认识哪个男人,都不容许自己的老婆和陌生男人这样。 我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慢慢消化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想着以往和林雪的点点滴滴,他真的会是那样一个人吗? 尽管网络上有说,全职主妇都会因为贤德发慌,胡思乱想,甚至是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情。 这样的事情屡见过,听说过不少,但是本能的,我还是不太愿意相信林雪是这样的人。 我可以肯定,我可以肯定,我们的感情还在。 爸,过了不知道多久,我平息了一些情绪,然后和林雪打了个电话。 喂,老公,林雪那头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柔,哪怕是我们闹矛盾吵架,他也是这样。 我深吸一口气,问他,你在哪儿? 啊,我在外面啊。 对了,老公,我今天不回去了,我要去赵颖的家里睡。 赵颖是他的闺蜜,要是以前,我都不会起疑心。 可是,一旦怀疑的种子种下,就是在心底里疯狂地生根发芽。 我当作不知道,然后挂断电话。 这件事情,还是得摸清楚再说,一旦搞出来什么误会,不好收场,不管如何,都会让我和林雪之间产生隔阂。 到了晚上,宗敏在微信上给我发了一个15秒的视频。 在视频里,正是对对我的老婆,而她似乎有些醉意,她的闺蜜照影居然还在一旁劝酒。 然后是那个小奶狗,在帮她解围。 只不过,他们两个人挨着坐。 甚至在视频里,有意无意的,我看见那个小奶狗,居然在蹭我的老婆。 我现在火冒三丈,直言不讳地问宗敏在哪里。 她回了一句,天和会所。 二。 我虽然和邹敏虽然和我算是不错的朋友,但是我并不打算完全从她那边获得信息。 尽管她已经和我说,现在是她的一个朋友正在天和会所和我的老婆林雪正在玩耍。 我走出了办公室,拨通了赵颖的老公。 秦川的电话,向她这个老司机打听天和会所的消息。 秦川嘿嘿一笑,和我说,老周啊,你现在是开窍了,居然向我打听那种地方。 你不是从来不去那种地方的吗? 因为林雪,我几乎完全放弃了有这些方面嗜好的客户,也从来不去那些看似正规,其实水很深的地方。 我无视秦川的调侃,和他说,哦,因为是我这边有个大客户,他好像是在那边,我想要把这个上千万的合同给搞定,所以就问问你。 我随便胡了一个理由。 牛逼啊,兄弟。 月底你请客哈。 秦川相信了,他和我说,天和会所,我们这里规格最高的一个场所了,可以说,在那里面,只要你有钱,什么都能做,只不过是大家都心照不宣,从不摆在明面上的交易罢了。 嗯,除了男人,还有女人呢。 男人的话,你懂得,去那个地方,无非就是按摩,洗脚,要是来了兴致,再约里面的济师出去,大家深入交流一下。 但是女人,尤其是里面的富婆很多,号称不想努力了,就去那个地方,要是被某个富婆看上,就是下辈子不愁吃穿了。 对了,你的老板是男客户,还是女客户啊? 有时间给我介绍介绍。 秦川暧昧的口嗨,我没有理会,而是让他发了一个地址,然后,我再在腾讯地图上面,仔细看起来。 宗敏突如其来这么做,不得不让我警惕起来,我不可能直接横冲直撞,进入天和会所。 而且,根据秦川所说,那个地方大得很,谁知道在哪个包厢。 和秦川交流完毕,我往天和会所赶,然后思索一阵,打了一个电话。 喂,小唐啊,我在天和会所有个客户,你去帮我看看,对,叫做赵淑仪。 嗯,你去那里给我堵着他,成了的话,我给你这个月加一点提成。 赵淑仪正是邹敏说的那个,他的朋友。 我把赵淑仪的联系方式,给了我的下属堂兵。 同时,我开车来到天和会所附近,再次拿出那些照片翻看,用照片里面的景物和天和会所附近的景物对比。 同时,我现在脑子有点乱,因为看情况,林雪和那个小奶狗接触的时间很久了,我不确定他们到底有没有上床。 尽管看上去是那么回事,但是,我心里还是倾向于相信林雪的。 在我心中,那是相当的清纯,从大学认识开始,我就是他的初恋。 我在车里,靠坐在座位上,难得地拿出一根烟,抽了起来。 我从后视镜,看着自己的表情。 脸色有些阴沉,眼神似乎变得好像恶狼那样阴狠。 因为,我对待林雪有多好,现在我的情绪就有多激烈。 林雪,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 我心里这样想着,同时也是扪心自问,想着那不堪,我最不愿意去想的一幕。 要是真的发生了的话,我应该如何面对? 我越是这样想着。 脑袋乱糟糟,越是觉得有可能。 因为林雪真的很漂亮,那种清纯的气质,从未变过,和我结婚后,更有一种清理脱俗的气息。 是个男人,都会对他有想法。 而那个小奶狗,时间很快临近深夜,我看见天河会所门口,走出了几个人。 两对男女。 那两个女人我认识,正是赵颖和我的老婆林雪。 我压着情绪,我压着情绪,开车上去。 饭,饭。 我一踩油门,很快开到他们跟前。 我看见他们有说有笑的。 距离越来越近,我能清晰地看见我的老婆林雪。 脸上那笑容,眼神有光,似乎带着某种特殊的情感,看着距离他连四十厘米都不到的小奶狗。 甚至是听见他说, 小苏,你做得挺不错的,像你这样性格的男生很少了,加油。 我明天再来看你。 听到这话,我心里一痛。 有家不回,撒谎来这里看也难忍,还特么明天再看。 然后,我听见那小奶狗露出治愈,却让我觉得分外虚伪的恶心笑容。 听见他说,林姐,你的老公不是也很好吗? 也很能干啊,而且脾气很好。 但是,我们这样。 你老公该不会生气吧。 他这时候,居然还做出一副为林雪着想的样子。 我听见他这话,更气愤,明知道对方有老公了,还这么做。 我们又没做什么,他生什么气。 这时候,林雪很是理直气壮地说, 真羡慕你老公,有你这么一个老婆,要是我,我天天陪着你。 听到这话,林雪这时候脸上笑容收敛,表情有些暗淡,又是挤出一丝笑容,很勉强地说,我们不说他了,我先回去了。 那小奶狗连忙说,那行,我们不说他了,林姐想过来散心。 我随时公后,当然,你们夫妻有什么误会也要解开啊,别藏在心里。 他这一副好男孩的样子,看得我肝疼。 林雪又是露出那由衷的笑容,很清纯,让人怦然心动。 他又要说些什么,看见我的车,开到了他的身边。 他看见我下了车,我很明显看见他的表情有些慌乱。 老婆,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还是用以前的口吻问他。 林雪更加慌乱,目光闪烁,居然下意识地看向了那小奶狗, 从心理学上分析,那是要找安全感的潜意识。 他这样子,让我心头窜起一股怒火。 他还没说话,一旁的赵颖说,我和林雪在这里面按摩,放松一下。 说着,赵颖居然还瞪了我一眼,似乎在表示不满。 你瞧瞧你,升任了总经理,都忙得不可开交, 只有我才有时间陪伴林雪。 你来这里做什么,也是来按摩的。 赵颖的心声夺人,让我有些无法反驳。 我总不能说,是带着一种怀疑的心态,来到这里。 捉见的吧,我集中生智,平静地说, 我来这里和一个客户对接,我也不等他们信不信。 我看向了林雪身边那个依旧笑容满面的小奶狗,问林雪,她是谁。 林雪这时候介绍,她叫苏宇,是个大学生,在这里勤工俭学做服务生。 她又介绍我,对苏宇说,她是我爱人,叫周琛。 苏宇连忙伸手过来,想要和我握手,同时还不忘捧杀我。 周总你好,我我经常听林姐提起您啊,您可是一个好男人啊。 她说,得很好听,我可以说,明显看见林雪笑得很开心,她似乎脸上有光。 仿佛交到了一个不错的朋友。 但是,我也不等苏宇说完。 我重重得咬着两个字。 经常,林雪听见我这话,脸色一变,瞬间明白我是什么意思。 而且,她从未和我说起过这个苏宇的存在。 苏宇这时候连忙说, 周总,您别误会,我们只是一起俩聊聊天,姐姐们。 同行的另外一个帅气年轻人看着我,说,周总,我和小苏只是在这里做兼职的,难道你不相信自己的老婆吗? 这个年轻人,先发智人,这样问我。 不管我怎么回答,都不对。 我只能保持沉默,让场中气氛有些压抑,林雪也是红着眼看着我。 这时,一个漂亮的女人从天河会所走出来。 她一边走过来,一边喊着林雪。 而她的一句话,让这里温度瞬间降至冰点。 林雪,你已经是我们这里的资深VIP了。 这一次充值在苏宇身上的五十万,用不着全部,我们可以打九三折的。 四 四 我听到这个女人这句话,遍体冰寒,如坠冰窖。 我没想到,林雪居然给这个叫做苏宇的小奶狗,充了五十万。 而且听这话的口气,只是这次充值了五十万。 也就是说,之前还有。 我这时候…… 心冷了,看着林雪,我觉得她现在变得相当陌生。 为什么我的老婆会变成这样? 这个女人一句话,让我看见林雪的脸色变得苍白,显得更为慌乱,手足无措。 是因为她看见我的表情,变得冰冷。 她对我很熟悉,所以知道我现在已经是处于暴怒的边缘。 我一语不发,就这样看着她。 看得她更加慌张,低着头,然后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眼泪巴达巴达地往下掉。 这一刻,我看见林雪好像又没变,好像还是以前那个善良单纯的妻子。 我看见她这样,内心的怒火散了一些。 因为我还是爱她的。 我张了张嘴,深吸一口气,想要说话,把林雪带回家。 这时候,我看见苏宇居然率先开口,对林雪说, 林姐,我不是说过了吗? 不要给我这么多钱,我用不着,周总赚钱不容易的,你应该为她考虑才是。 嗯,我回头会喊赵总,把我应得的钱退还给你的,包括以前的,别让周总为难了。 听到她的话,我心底一沉。 她这番话的意思,无异于是直接把我推向了风口浪尖。 不得不说,这个小奶狗,功力比较深厚,能精准地拿捏女人的感性。 果不其然,我看见林雪擦拭掉脸上的泪水,怼给苏宇说,不用了,那是解给你的,你就拿着。 苏宇一脸犹豫,还在推辞。 我现在很难受,这个小奶狗,让我陷入了两难境地。 我在这件事情上,一直没有表达什么意见,也始终没有开口。 就这样看着他们在那推脱。 他们这样,倒是显得我反而像是一个路人。 我愤怒之余,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通过我的职场经验,我仔细地观察着苏宇和那个叫做袁峰的行为举止。 因为,我想尽量看到事情的全貌。 尽管这个过程,十分难受,很煎熬。 几分钟后,苏宇露出为难的表情,最后还是勉强接受,然后返回了天河会所。 这里,只剩下了我和林雪以及赵颖三人。 回家。 我千言万语,最终只是吐出了这两个字。 林雪此时仿佛没了依靠,居然往赵颖那边退缩,而有些畏惧地看着我,抿着嘴,没有说话。 回家。 我这次语气加重,甚至是显得有些冰冷。 让林雪嘴巴一别,一下子就哭了出来。 她这样子,让我很头疼。 我柔和地说,林雪,我们先回家,有事回家再说。 林雪愣了一下,然后朝我迈出了一步。 就在这时,赵颖直接拉住了林雪的手,居然瞪了我一眼,说,回去做什么。 周琛,你回去过后,还不是会很凶地骂林雪。 还不如让林雪到我这边,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 什么,我骂林雪。 我这时候,也是皱起眉头,我这么爱林雪,怎么可能骂她。 赵颖强行把林雪带上车,开车,独留我一个人在原地。 我陷入沉思,我骂过林雪。 我回忆这段时间,从来没有。 很快,我看向了天和会所,这件事情,芭城和那两个年轻人脱不了干系。 我思寸一下,走进了天和会所。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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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刚刚走进天和会所。 刚才出来说话,那个穿着职业装的漂亮女人就出现了,她脸上带着职业的笑容。 周总,你好。 我心情不太好,冷淡地问她,你是这天和会所的老板? 苏宇和袁峰呢? 周总,你好。 我就是邹敏的朋友,我叫赵淑仪。 赵淑仪说,小苏和小元已经下班回去了。 你有什么事情,可以明天来找他们? 我现在就要见到他们。 赵老板也不是傻子,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会来找他们。 我态度十分强硬。 如果我今天见不到他们,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听到我的话,赵淑仪脸色微变一下,然后礼貌地笑着说, 周总,您别为难我了,行有行规,我们这都是正经生意。 我依旧语气冰冷,但是,你这两个员工的行为,我不信你不明白, 还是说,他们也是你敛财的工具。 赵淑仪说,员工道德上的问题。 与会所没有丝毫关系,但是我可以帮周总打听到他们的住址和联系方式, 你们可以私底下解决。 我要到了苏宇和袁峰的联系方式,以及住址后,也就干脆地离开了。 我回到车上,给秦川发了个微信。 秦川回复,老周,你和林雪吵架了。 他现在在我这,哭嘻嘻的,我老婆正在哄呢。 我听见林雪的确去了赵颖那里,也就松了口气。 然后拜托秦川,赵颖和林雪到底说我什么了。 同时,我也在犹豫,要不要现在就去找苏宇。 但是我觉得,苏宇这样惊的人,应该不至于会回到自己睡觉的地方。 不过,我还是开车过去看一眼。 苏宇住的地方,令我没想到,居然是一个很贫穷的老房区。 通过林雪给苏宇钱的这个行为,我马上想到,苏宇大概率是设立了一个家庭困难,所以勤工俭学的好孩子人设。 而林雪,是一个最容易心软的人,很善良,很单纯。 但是这一点,恰恰容易被人利用。 不过我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 我通过地址,来到了苏宇的屋子。 思索一下,敲了敲门。 很快。 里面传来苏宇的声音。 谁啊? 门打开了。 苏宇看见是我,明显愣了一下。 我开门见山,直接问她,你和我老婆接触多久了。 还有,怎么认识的一五一十地说出来。 苏宇看见我,居然不害怕,笑了笑地和我说, 周总,你怎么不相信你的老婆呢? 我们也就是单纯的朋友关系,什么都没发生。 而且,难道你还干涉妻子的社交不成? 难道还真的像是林姐说的那样, 你是一个占有欲很强的人? 我懒得和他鬼扯。 向前一步,眼神几乎能杀死人。 当然,我真的想杀了他。 你说,还是不说。 苏宇还想说些什么? 我直接和他说,不用隐藏什么。 你如果真的是一个价值观很好, 不愿接受他人施舍的好学生的话, 就不会和一个有父之父走得这么近。 说白了,你就是涂他的钱, 准确来说是我的钱。 苏宇笑眯眯地说, 周总,您误会了, 我怎么会涂他的钱呢? 他的钱,我不是都退回去了吗? 我只是单纯地觉得林姐是个好人。 要是我有这样一个老婆。 她的话,让我彻底无法压抑怒火, 一拳照着她的脸上呼去。 一顿招呼后, 我撂下狠话, 再让我看见你和林雪接近, 反正我上眉老下眉小, 你可以试试。 说完, 我扬长而去。 我有些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 在客厅抽了一根又一根烟, 想着这一切。 我思索一下, 给我在警察局的朋友打了个招呼, 让他帮忙调一下苏宇以及袁峰这个人, 同时把照片发了过去。 做完这些, 我简单洗漱一下, 回到房间, 打算第二天亲自把林雪接回来。 但是, 我还没等我起床, 林雪的电话打过来了, 她开口就是第一次对我歇斯底里的怒吼, 语气之中, 尽是对我的失望。 周琛,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你居然变得这么可怕, 去把苏宇给打了一顿, 你真的怀疑我和苏宇有什么吗? 难道你就对我这么不信任, 那我们还有继续下去的必要? 既然如此, 我干脆和你离婚。 六, 六, 听到离婚这两个字, 我内心冰凉, 我万万没想到, 和我相处十年的老婆, 居然会为了一个男生。 情绪失控的, 对我这样歇斯底里, 大吼大叫。 林雪, 你再说一遍, 你居然要和我离婚? 我也是很生气, 但是尽量克制情绪, 质问他。 我们结婚了十年, 你扪心自问, 我对你如何? 我让你做过饭, 洗过衣服, 让你受过委屈, 但是, 你却为了一个男人, 要和我离婚。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陌生, 这样冲动? 但是, 林雪的话, 让我没想到。 只听见电话那头, 林雪忽然沉默, 然后声音变得很冷, 甚至是带有对我的嘲讽。 呵呵, 周琛, 你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了对吧? 你就是认为, 你供我吃好穿暖, 就觉得是真的对我好了, 认为我林雪, 注定只是你的一个玩偶, 任你摆布。 我承认, 在物质方面, 你的确没话说, 可是, 你也自我反省一下, 你究竟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你真心问过我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吗? 你就只会给我你认为好的, 那是你认为, 并不是我林雪。 林雪的这番话, 让我沉默。 人总是这样不知足吗? 包括林雪, 也是这样。 我沉默两分钟后, 听见电话那头林雪也是沉默。 似乎在抽气, 我们两个人, 居然已经到了无话可说。 但是, 我还是问她在哪里, 我去接她。 和她说, 夫妻两个人, 最重要的是坦诚, 有什么问题, 我们应该一起面对和解决, 并不是制造问题。 难道, 你对我真的这么厌恶, 恨不得立马离开我? 要是这样, 我也就成全你了。 听见我最后这句话, 林雪持续沉默。 片刻后, 她的语气也有所缓和, 似乎冷静了下来, 我现在有事, 我回去再说。 我还没问她在哪里, 她就已经挂了电话。 我无力地瘫软在床上, 有些迷茫地看着天花板。 这件事情, 我有错。 我自认为, 我并没有亏欠林雪神嘛。 可是, 她今天这番话, 让我感到陌生, 这完全不像是她能说出来的。 她为什么会这样? 最主要的是, 拿我的钱去养小奶狗后, 还这么理智气壮, 冲我发火。 没过几分钟, 我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是邹民打过来的。 她第一句话就是说, 老周, 你和林雪究竟是怎么了? 她怎么去了医院? 听到这话, 我直接坐起来, 连忙问她是在哪一家医院。 我从邹民这里得到了林雪的下落, 也是顾不得吃早餐, 把车开到了第一人民医院。 同时, 我也直接给在人民医院的朋友打电话。 果然, 林雪刚刚在这里缴了一笔医药费, 正在一间医院房间内。 我听见这个消息, 心里生起一丝不妙的预感。 我急忙快步, 朝着那病房而去。 在这里, 我看见了林雪, 更看见了苏语。 但是见到其中的场景, 让我怒火上涌, 直接闯入病房。 因为我看见, 是苏语躺在床上, 而林雪居然正在给苏语喂饭。 这一幕让我真的彻底火了, 我的老婆居然和一个男人举止这么亲密, 甚至他们算是非亲非故。 见到我的闯入, 苏语一愣, 那一张笑脸有些变化, 但是我能见到她的眼中, 似乎闪过一种得逞的神色, 更是投来对我的讥讽, 嘲笑。 是个男人, 都会忍不了。 林雪看见了我, 也是不由于慌, 甚至是连手中的饭碗, 都抖落在地上。 林雪, 你究竟在做什么? 气, 气, 我正在经历人生当中最难熬的一刻。 我深爱的妻子, 不仅拿我的钱去养男人, 更是当着我的面, 正在给一个男人喂饭, 而且举止亲密。 想必是哪个男人, 都会怒不可遏, 火冒三丈。 包括我, 也不例外。 我直接质问林雪, 她从昨日到今天的举动, 真的是伤透了我心。 林雪很慌乱, 她也是没想到, 我会找到这里来吧。 周总, 您误会了。 先是苏语开口, 她在林雪面前, 还是一如既往的阳光男孩形象。 我压抑不住怒火, 冲了过去, 更是十分罕见的破口大骂。 误会你妈比, 你特么勾引我老婆。 还在这里假惺惺, 林雪从来没见过我居然会大发雷霆, 甚至是直接动手。 但是见到我的拳头, 马上要落在苏语的脸上, 她一把抱住我的腰, 阻止我。 同时大喊, 周琛, 你疯了吗? 别冲动, 住手, 别打了。 你把苏语打了, 现在还不愿意放过她吗? 我说了, 我和苏语真的没什么, 你要怎么才相信啊? 她就是一个十分贫困, 从农村走出来的学生而已, 我做的一切, 只是稍微帮助一下她。 我听到这话, 更是怒不可遏。 我停手了, 一把把林雪推开, 指着她的鼻子, 也是忍不住, 冲着她发火。 林雪, 你是猪吗? 花几十万说是去帮一个贫困学生, 她没手没脚。 她是爹, 还是你儿子? 你这么维护她, 她只不过是一个陌生人, 陌生人的意思, 你懂吗? 我才是你的老公啊。 试问一下, 我要是花个几十万, 说是去帮助一个很漂亮的女大学生, 你会怎么想? 我的怒火, 写满了脸上。 我头一次对林雪这么说, 也是让她呆呆地站在原地。 眼睛里有眼泪在打转, 然后落了下来。 周琴, 你混蛋。 我做的这一切是为了你, 但是你却是这么想我的。 你是不是早就想要把我给甩了, 趁这个机会把心里所想都说出来了? 说着说着, 林雪蹲在地上大哭, 我还是站在, 没有去安慰她。 林雪做的这些让我很失望, 但是她却还没醒悟。 林姐, 周总说得没错, 是个男人, 真心爱你, 都会吃醋的, 那是爱你的表现, 也是我不对, 我过分地接近你了, 抱歉, 我从小是一个没妈的孩子。 所以把你当做了我的妈妈, 却没想到给你带来了这样的麻烦, 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看我还是不要联系了。 苏语说着, 就是要下床, 离开这里。 她的表情很到位, 而且一种再度被人抛弃的样子, 会让感性的女人心疼。 我的老婆林雪就是其中之一, 见到苏语离开, 林雪居然直接从站起来, 就要朝着门口追去。 我一把拦住了林雪, 周琛, 你放开, 放开我, 你莫非就真的要这样对我吗? 我看见林雪一脸焦急, 泪水布满了漂亮的脸蛋。 同时, 她的眼神之中, 出现了对我的憎恨, 这让我心碎。 我看见她这样, 我直接把周敏给我的照片, 塞入她的怀里。 那你是这么对我的。 林雪看着她怀里的照片, 她停止了哭泣, 仔细看了一张后。 然后, 她用一种难以置信的表情, 对视我。 周琛, 你是早就怀疑我了吗? 所以找这些人拍这些照片。 既然你不相信我, 那为什么不说清楚, 到底是谁在制造矛盾啊? 你说啊, 如我猜测的一样, 一旦怀疑的种子种下。 林雪就会变成这样, 我俩会产生隔阂, 再也不是那么的密不可分。 我冰冷地质问她, 作为夫妻, 最重要的一点是相互信任没错。 可是, 你是不是忘记了和异性保持距离? 周琛, 你到底要怎样? 你连一个小孩子都要怀疑吗? 我冷笑, 呵呵, 孩子超过二十岁的孩子。 既然你不信任我, 那就离婚。 我从你这里花出去的钱, 我会一分不少地还你。 离婚。 我看见林雪似乎绝望, 心如死水, 吼完这些后, 从我身边擦肩而过, 就要离去。 这次, 我没有阻拦。 哼! 忽然, 我听见身后传来东西坠地的声音, 我转身一看, 竟然是林雪倒在地上昏厥过去。 我心里一慌, 急忙把她抱起来, 去喊医生。 在医院里面, 忙前忙后。 半个小时过去, 我的医生朋友有些生气地质问我, 周琛, 你发什么疯, 林雪怀孕了, 你还让她受这样的刺激? 爸! 爸! 我的妻子, 在和我闹矛盾的时候, 我的朋友告知我, 怀孕了。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医生朋友中进, 怀孕了。 她眉头一照, 你不知道, 你怎么当这个丈夫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林雪身体不好, 本来就很难怀孕, 现在好不容易怀孕了, 你现在却这样。 我这时候梦了, 和她再三确认后。 她和我说, 我老婆怀孕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听到这个消息, 我没有丝毫的喜悦, 甚至是有种五雷轰顶的感觉。 只感觉浑身冰冷, 一种包含有怒火、苦涩, 甚至是绝望的情绪, 在心里交织。 因为, 我这段时间和林雪同房, 都是有做避孕措施, 因为我和她说过。 我的打算是, 先把她的身体调理得再好一些再说。 但是现在, 既然我做了安全措施, 她却还怀孕了。 所以, 这个结果, 不言而喻。 我深吸一口气, 直接喊忠敬帮忙, 能不能做亲子鉴定。 因为我是一个, 既然发生了事情, 就会直接面对的人, 不管这个现实是好或坏, 都会面对。 她明白我的意思, 叹了口气, 没说什么。 只是我从她的表情, 也是看出了难以置信。 我现在怒火遍布全身, 我现在只想找到苏宇这个王八蛋。 想到这里, 我走出了医院。 给赵书仪打个电话, 让她帮我扣住苏宇。 然后, 我朝着天河会所而去。 在路上, 我也喊了秦川和赵颖, 把事实给秦川说了一下。 秦川瞬间暴怒, 带着一伙人朝天河会所杀来。 我来到天河会所, 见到苏宇。 我直言不讳, 问她, 你要多少钱, 才肯放过林雪。 或许苏宇也是没想到, 我会和她这么说, 甚至是在她听起来, 我的语气当中, 带有一种妥协, 甚至是卑微求放过的意思。 不过苏宇还是那一套说辞, 说是把林姐当作很好的朋友啥的。 正在这时候, 秦川一把抓住赵颖的手杀了过来。 她的身后跟着几个男人凶神恶煞, 气势汹汹。 秦川红着眼, 死死地盯着苏宇身边的原封, 大吼一声的嗝。 草泥马的就是你勾引我老婆, 原封慌张了, 她没想到在这法治社会, 还有人敢这么闹。 我盯着苏宇, 看见她也是有些慌了。 我趁热打铁, 和她说, 我和你说过, 我上没老, 下没小, 我可以为了林雪和任何一个人拼了。 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你永远躺在床上, 我进牢房, 第二, 我给你一笔钱。 你滚蛋, 再也别出现。 苏宇看见我这样子, 是要来真的。 她表情变换不定, 最终一咬牙, 说, 行, 给我转账五十万, 我走, 但是你要给我把这笔钱打备住, 这笔钱是你自动给我的。 她还是很聪明, 这样她就不算敲诈勒索了。 可以, 但是你也要保证不再纠缠林雪, 不能再利用她, 从她那里欺骗她的钱。 苏宇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而我, 也是很干脆地转账五十万。 这时候, 我的警察朋友曹斌走进来, 带着几个警察, 控制了场面, 同时冷冰冰地看着苏宇。 说道, 你们涉嫌诈骗, 和我们走一趟吧。 同时, 我从衣服扭扣里面, 拿出了一个微型摄像头。 这一刻, 苏宇脸色煞白, 她怒骂我, 说是被我坑了。 但是, 她还是被带走了。 我和曹斌拷贝了一份 从微型摄像头拍的这一幕幕, 然后返回医院。 在路上, 林雪给我打了电话, 我接了。 那头, 传来林雪沙哑, 且带有绝望的声音。 周琛, 对不起, 是我对不起你, 但是我, 还是要和你说, 我心里只有你, 你一个人。 永别了。 说完, 林雪挂了电话。 我心头顿感不妙, 强烈的不安, 使我慌张, 不顾一切往医院冲去。 我看见医院一座楼下, 有人围观。 而我在楼上看到了一道绝美的身影, 正站在楼顶。 那是我的妻子。 那是我的妻子, 林雪。 我不顾一切, 冲上顶楼。 在这里, 有钟晋和其他的医生。 邹鸣也在。 我看见林雪一身白色连衣裙, 苍白的脸颊, 有着干涸的泪痕, 她的双眼黯淡, 显得空洞, 没有一丝光彩, 让我心疼。 她看见了我, 惨笑一声。 周琛, 对不起, 是我太傻太天真, 我被人骗了。 孩子不是你的, 我对不起你, 真的对不起。 但是, 我真的没过心, 能见你一面, 真好。 说完这些, 林雪毫不犹豫, 要从楼顶跳下去。 这一刻, 我脑袋一片空白。 舅, 舅, 老钟, 我媳妇还有多久才能完全康复过来。 一个星期后, 我询问钟晋。 她告诉我, 林雪本来就体弱, 而且因为怀孕, 所以产生了孕期焦虑与敏感, 所以她想要恢复过来, 应该是要两个月的。 倒是你的精心照顾, 她恢复得不错, 估计下周就可以出院了。 听到她的话, 我松了口气, 我看着床上正在熟睡的林雪, 又是忍不住地掏出那一张亲子鉴定报告, 却认为生物学上血缘关系。 每当看见这一张报告, 我内心泛起波澜, 我居然真的当跌了。 同样也是心有余悸, 还好当时林雪从楼上跳下去的时候, 有邹敏距离她最近, 把她给拉住, 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至于邹敏这个人, 经过这件事情, 我对她的感觉就是感到荣幸, 但是更多的。 是一种恐惧。 正在这时候, 房门被打开了, 走进来几个人。 我见到来人, 还是忍不住地捏紧拳头。 你来做什么? 我看着眼前这个女人, 声音虽然很轻, 但是也很冰冷。 虽然她救了林雪, 但是要不是她伪造的假的亲子鉴定报告, 林雪又怎么会跳楼? 宗敏那眼神, 似乎依旧带着柔情似水。 我偏过头, 不与她对视, 而是问带她来的曹斌。 带她来做什么? 曹斌说, 苏宇这伙人的案子已经破了, 因为邹敏自首, 加上在破案过程中很积极主动, 所以是从轻处理, 他在进去之前强烈要求一趟, 所以我就带她过来了。 苏宇这个团伙的案子, 远比我想象的要甚, 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团体, 遍布全国各地, 而且他们团体有专门的研究团队,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特点, 专门针对不同的人群, 去诈骗, 诱惑他人, 甚至是拐卖, 而林雪遇到的就是诈骗与诱惑, 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传销式诈骗, 他们用苏宇立人设, 然后故意接近林雪, 让林雪不知不觉间陷进去, 正是利用了林雪性格里的良善, 以及因为怀孕所激起的母爱, 才会让他这样, 加上那段时间, 素于有意无意地说夫妻之间的东西, 故意找话题, 挑起了我和林雪的矛盾, 以至于出现这一系列的事情, 至于他们盯上了林雪, 则是源于我眼前这个女人, 她想要得到我, 恰好遇到了这个团伙, 这个团伙告诉她, 她们有办法, 不得不说, 我听到这一系列的事情, 也是感到有些心有余悸, 因为邹敏给我的第一印象, 的确是不错, 如果我真的和林雪离婚, 她极可能会成为我的第二任, 但是到了最后关头, 邹敏还是收手了, 她眼神复杂地看着在熟睡的林雪, 很羡慕地说, 真羡慕, 你有这么一个好老公, 即便是有那么多很真实的证据摆在她的面前, 她却依旧努力克制, 从迷雾之中找寻事情的真相, 我们都是女人, 从她的奋不顾身, 到你的绝望一跳我就知道, 我真的比不上你, 所以, 祝你幸福, 说完, 邹敏看向了我, 周琛, 你知道吗, 我从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很好, 真的很好, 让我鬼迷心窍, 失控, 居然做出这些荒唐的事情, 企图用这些方式来得到你, 对不起, 给你的林雪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 邹敏说着, 深深向我鞠躬, 我看着他, 没有说话, 直到他被曹斌几个警察离去, 老公, 对不起, 我真的错了, 我居然无视了你的幸福, 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是我的贪心, 差点葬送了我们的感情, 林雪居然没睡着, 她一直在装睡, 这里, 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 她抱住我, 抱得很近, 生怕我离开, 同时也说了很多很多, 两个月后, 我听见了邹敏在监狱里自杀的消息, 听说她早已患有精神性疾病, 以及极端的性格, 最后引发抑郁症, 听到这个消息, 我五味杂陈, 我不可能爱上邹敏, 但是她却永远在我心里, 有了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 无法被抹去, 再说, 秦川和赵颖两个人, 他们离了婚, 因为赵颖身陷其中, 无法自拔, 加上秦川的性格冲动, 而且因为上次打架, 被判了一年多, 比起他们, 我多少有些庆幸, 没有冲动, 没有放弃, 虽然生活诸多不易, 却知足常乐便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